影片開始之前還沒訂閱的朋友趕快去訂閱 不管你喜不喜歡影片 都拜託你幫我們按讚分享 哇呦 老師的背書這樣子 黑琴排 歡迎收看波波匿名聊 今天的主題是不被祝福的戀情 那我們先隆重介紹一下本集的來賓 有聽好朋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祐平 你之前有談過或是聽過別人的什麼禁忌之戀嗎 我以前在高中生的時候 老師他就跟他在學生的時候的老師在一起 然後最後兩個人一起在那個高中教課 然後更瘋狂的是 後來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同學又喜歡上那個老師 太多大一個人下來 師生戀蜈蜈蜈 對啊 專門這件專門談師生戀的生態圈這樣子 那你一路走來你的感情上 遇到你最難忘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最深刻的還是那種情緒惡所吧 這些不管是任何你感情的經驗 你會把它變成你創作的題材嗎 一定會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說實在 寫歌這件事情 最常就是在寫愛啊 不寫愛要寫什麼的對不對 那你有曾經寫過 比如說感覺就是在講某一任的歌 然後那個人會來問你 一般都蠻明顯的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寫歌來當作是禮物這樣子送給 不管是另外一半還是心理的對象 那你是分手後會寫嗎 分手後也會寫 就是分手後他要自己發現這樣子 噢了解 欸 她是TAC 她是TAC 那我們就開始看一下網友們的回覆吧 好 朋友國中的時候跟自己的表哥在一起 雙方家長都不知道 重點是我朋友竟然還 懷了表哥的小孩 最後事件才曝光 朋友也被逼迫墮胎 後來兩家人自此不相往來 天啊這個很瘋狂耶 好扯喔 還懷孕 但是其實表親 表親是可以的嗎 我不太確定 基因的問題上面的話 好像不知道到幾等級以外就還好了 對 因為他這個表哥 其實也有可能是很表的對不對 很表的 這不確定 很表的歌 天啊 你有曾經對親戚起過愛慕之心嗎 小時候有一度就是覺得 可能覺得躺起來滿正的這樣子 就是每一年都會見到嘛 然後就是可能某一年突然 唐姐可能突然開始打扮了之類的 女大十八便那種變漂亮 對對對那時候就是一瞬間看到 怎麼變得不正 小時候很喜歡自己的堂哥 每次回老家最期待就是可以見到他 不過當時一直很疑惑的是 好幾次他總是叫我躺在床上 而他趴在我身上 一直不斷搖晃摩擦身體 在我小一小二 小一小二 小一小二好誇張喔 他說他某次硬是想和他一起洗澡 然後在泡澡的過程中 他會要求我幫他口交 我當時很疑惑為什麼要舔尿尿的地方 但他說 連另一個堂姐 齊智兒都做過 你也做做看吧 於是我就幫他口交了 後來還叫我趴著想破我處 不過才在洞口我就痛到暈倒了 在醒來時我們還在浴缸裡 堂哥緊張的一直叫著我的名字 然後就是一頓安撫還拜託我別跟其他人說 從那之後一切詭異的行徑就停止了 然後後面才說他長大才知道這件事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也沒有聯絡 就是當沒發生過這樣 即使還會見面耶 天啊 對 因為是親戚啊 一定會見面啊 這樣要怎麼面對啊 其實小一小二耶 這個要投稿社會新聞 有點可怕 和閨蜜的弟弟 從以前就像親弟弟一樣相處 之後慢慢長大有好感的交往 但怕閨蜜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一直躲躲藏藏的約會 一直到最後分手都沒有被發現 這是那個偶像就會演的吧 感覺沒有到很不倫 但是就是跟閨蜜之間的尷尬 沒有刺激感 你有親的哥哥姊姊弟弟妹妹嗎 我有哥哥 如果是你哥跟你的朋友交往呢 突然覺得很軟 好不舒服喔 好不舒服喔 好奇怪好妙 也沒有什麼理由阻止 但就會覺得怪怪的 對他可能就因為這樣不敢講 不過我想到就是以前我一個 國中的時候我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有一個妹妹 然後因為我跟那個國中同學 非常非常要好 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暑假我會在他家住 好幾個禮拜的那種 就是這樣跟妹妹變熟啊 對 所以你有親身的故事 也沒其實也沒有到說 真的有到喜歡怎麼樣子 只是那時候覺得 好羨慕有個妹妹喔 這樣子 只有這樣嗎 難免會有些想像 冷鳳看一下 哪一個人幹的妹妹 只要講出講得這麼明這樣子 原來這個節目的尺度 哇耳朵直接紅掉 胃熱起來了 我和表哥上過床 那天還是表哥新婚第一天 婚禮的after party後 表哥邀我去他家住 表嫂跟他爸媽住在外面的飯店 然後晚上洗好澡 我在客廳玩手機 表哥坐在我旁邊摟著我 說他好久以前就很喜歡我 心裡小路亂撞 因為表哥是我第一個性幻想的對象 接著我和表哥就在他們的床上 發生我一直以來幻想的事情 然後後來表哥又和我在他家 我家還有motel 發生好幾次性關係 直到表嫂懷孕了我才停止表哥的邀請 現在在家族聚會上 我和表哥總是遙遠相忘 眼神帶點炙熱與曖昧 我覺得表嫂好可憐喔 可是我想到因為有些人 他覺得是有些更特別的癖好 例如說他可能就喜歡看自己的另外一半 跟別人 你說末浩其實是那個表嫂在操控一切嗎 其實表嫂安裝監視器 然後躲在櫃子裡面 然後他故意給他們這個機會 或者甚至他逼表哥做一些事情 要進行這件事情 對 因為不然我就是要看 我沒有想過這顆視角欸 很厲害 好啦 昨天看到在想說要不要分享 考慮到嚇到太多人打消念頭 但是編輯一部說要來猛的 我就說 我跟清哥談過戀愛 清哥欸 清哥其實我覺得比表哥好像還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清哥很 清哥就是一起長大的欸 對啊對啊所以我覺得產生情術 應該是比較容易吧 比起表哥 是吧 故事或漫畫小說中 喜歡上清哥哥的朋友 我們從小住在一起就是正常的兄妹 只是因為跟父母不好 我們關係變得非常親近 看過對方裸體內衣褲 有一天就破戒了 但之後放棄的原因是我唸醫學院 發現血緣太近 血緣太近彼此基因會排斥 我覺得他超臭的 蛤 他結論超臭的 這時候才發現 我也覺得 為什麼讀了醫學院後才發現他超臭的 是因為互相排斥嗎 這其實有可能 這其實是沒有可能 就會不喜歡對方身上的味道 和實習時帶我的前輩交往 對方帶我20歲 已婚 老婆小他10歲 還有一個孩子 一年左右後分手 不過過程對我很好也挺快樂的 只是身分不對終究要分開 這個男生他老婆小他10歲 然後他還要再找一個小他20歲 下一個就是小他20歲 所以問男生幾歲 數學題 你覺得談戀愛相差幾歲算太多 其實我個人就是比較沒有在管社會價值 所以我覺得是我自己覺得10歲應該還可以 自己喜歡開心就好了 不要管別人怎麼想的 其實這個忘年戀我覺得很酷 你把它放在小時候看就會覺得很誇張 你如果小學生跟大學生 但其實再老一點之後就會 就已經其實很正常了 就已經很正常了 60歲跟70歲就哪有差 因為我自己就是比較不能接受比我小 但是就是因為小可能一兩歲就還好 但是像大的話我就可以接受到一輪都還可以接受 就覺得 我還在守備房裡面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熊男很有那個魅力 這次是不是推出了一首新歌 也是跟年齡差的感情有關係 這首歌叫想怎樣 然後是武漢未如兄娃娃合唱的 恭喜他拿到金居家 那這首歌其實當初寫的時候也沒有特別說要往姐弟戀這個方向 只是那時候我跟他 我還在開會討論的時候 我說我寫了一首這樣的歌 但我還沒有填詞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前天剛好做了一個夢 夢到一個男生跟他告白 但他很困擾 他說他已經是媽媽了 那個男生說他沒關係 然後之後就接到這首歌的邀約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徵兆 然後我就喔好吧 那就來寫一個姐弟戀的故事 但是我還是想問一下 你覺得關於姐弟戀 就是你覺得容易遇到什麼問題 應該都會有遇到價值觀 例如說可能像我二十幾歲的人 他會很想要把工作的東西 事業的東西充好 但是可能在之後他們就會覺得 可能想要組家庭 有些有傳統價值觀的 或者是想要找到一個人白頭偕老 或者是他怕不獨 想生小孩 對或者是再年輕一點的 他可能就只是想要 一種瘋狂的戀愛的那種刺激感而已 大學的時候有朋友喜歡上男講師 重點是朋友看上的老師 每次上課時褲子都穿很緊繃 然後沒想到講師也接受到朋友的暗示延伸 所以後來他們就相約出去了 聽朋友轉述表示 講師第一天上課就注意到他了 但是礙於他是講師 而朋友是學生所以不能幹嘛 要的話也等我朋友畢業 或是講師不教書 我其實國中的時候 我其實國中的時候 有喜歡過老師 那時候在補習班吧 那時候就是補習班老師是 好像是某位台大的學生 應該也是我國中 然後這樣差幾歲 國中跟台大的學生 也是其實也六七歲而已 國中十五歲 也是六七歲的時候 對啊那時候其實就是 因為也是那種衝刺班嘛 所以其實也是很長時間相處 所以我覺得日久也是有一些情緒 但是那時候也知道不太可能這樣子 但就是知道說自己好像 有可能有點什麼的 對對對就是會去care 或者是想要去做那種time 國中的時候有個很帥的數學老師 同時也是我的班導 有一天放學他叫我留下來 要幫我補數學 我只能答應 到了晚上八點半的時候 他突然牽起我的手 然後親了我 當時我害怕極了 他現在是我男朋友 這個轉折 太誇張了吧 超巨大 是那種斯德哥爾摩嗎 他還說當時我害怕極了 那是什麼斯德哥爾摩 就是有種就是 被害者會愛上 好像好像有聽過 老師的把妹法 留下來補數學 跟國文老師搞曖昧 還用電子信箱 假裝交流古文 其實都在借詩傳奇 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遜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跟國文老師談戀愛 上國文課的時候 他還會發現 今天教的詩是他們一起的詩 哇是他們的故事這樣 喔例如說今天是他生日 有沒有 然後還會眼神交流 眼神跟他對得到 這個很浪漫 躲在國文後面 他叫他起來練 欸這還起來面有欸 好嗨喔這個好棒喔 那講數學了欸 數學一定也可以啊 什麼方程式之類的 如果說算出來的數字答案是什麼 算出來的答案 還有那個啊 如果你是3我就是9 你有聽過嗎 那如果你是3我就是9 為什麼 因為我除了你還是你 欸很會欸 那你知道 這本來是撩妹了 後來被別人改 就是因為我9除以3嘛 還是3嘛 可是是說 如果你是3我就是9 因為我除了你 還有其他小3 但是 超 把它弄得超不浪漫 欸超厲害這個超級厲害 還有其他小型 那你有玩過數肩膀嗎 什麼叫數肩膀 就是數數嘛 數學不是數數嗎 然後我們來數肩膀 好 我數給你看 1 2 3 4 就是你如果是跟 我來驗帥一下 1 2 3 4 4個沒有錯 所以通常你4的時候 就會更靠近 很認真在數 然後那邊還有做人 就等一下喔 5 6 還數去旁邊的人 等一下我去旁邊 還跑去麥當勞的櫃台 好好笑 現場還在數 那邊還有好多個 母湯的是我前男友也是老師 但是分開了快兩年了 他真的很海王 你知道海王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啊 海王是指曖昧關係眾多 我經常以殺王捕魚為中心指導思想撩妹的渣男 源自於一句話 本以為游進了哥哥的魚塘 沒想到哥哥是個海王 我覺得這個詞很有意思耶 應該也是源自於那個大陸那邊 但是我們覺得就是假的真的遇到這樣的海王 然後試著去收服他 征服他 會有想要那個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收服神奇寶貝的感覺 就覺得我應該可以征服他這樣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喜歡搬倒 我是異性戀直男 那時候覺得她是一位漂亮成熟大姐姐 年紀來說或許該稱為阿姨 我覺得搬倒也很喜歡我 那時候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什麼是感情 搬倒常常明顯的對我特別好 同時對其他同學不會這麼做 比如下課或放學時間叫我到辦公室請我吃零食 或是有時候會跟我分享自己的私事 家裡養的寵物照片等等 曾經有三次記憶深刻的互動 第一次是放學時 搬倒叫我去辦公室 要我幫她擦乳液 在兩隻手臂上 那種乳液香香的還有亮粉滲在裡面 擦完以後搬倒也幫我的雙手擦 還要我聞聞看她的手臂香不香 為了那一瞬間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涌上心頭 當下覺得很害羞 小學四年級耶 小學四年級 對 你想像那個畫面 在老師的辦公室那邊 幫她擦乳液 而且我想像不到有亮粉的乳液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第二次是搬倒請我吃桑聖 為什麼是桑聖 喔喔喔喔喔喔喔我知道了 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桑聖好像是 姓安寺嗎 對好像有什麼姓安寺的點子 真的假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耶 我只是覺得桑聖很神 那我們現在來Google一下 可以提高性能力 喔桑聖可以補聖 提高性能力 喔這老師繞很大一圈耶 老師有這麼深嗎 我這個重複 真的是老師 我第一次吃而且不太懂吃法 搬倒就直接餵我吃 等一下桑聖有什麼懂不懂吃法 好奇怪喔 餵完之後要我坐在她大腿上繼續吃 那時候是最靠近的一次生理結束 我一樣是害羞的不得了 但是好像還不會有生理反應的時機 小學四年級要怎麼生理反應 第三次 搬倒結束那學期的教學 要離職了 某天悲傷的放學時間 我一樣來到辦公室 搬倒突然問我一句 你喜歡老師嗎 當時有其他同學在場 被問了以後我馬上害羞的起來 不知道在裝什麼傲嬌地說的 我才不喜歡咧 直到看到班導的眼神變得有點沮喪 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故事啊 之後我也在這種要進入青春期前 懵懵懂懂 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感情的狀態下 慢慢淡忘了這個人 現在連名字都想不太起來 只知道那時候好像蠻喜歡這位老師的 是超越師生的那種喜歡 要是我的話就會想辦法去Google出這位老師 你說找到他嗎 然後問清楚那一款到底是什麼乳液 會有亮點 老師我現在知道怎麼吃傷症 這樣子我吃很快 自從我懂吃之後 就可以大吃了 懂吃大吃 沒事不要離開 這個冷鬥 這個冷鬥我喜歡 曾經談過師生戀 我是老師 終於有老師出現了 老師現身說法 他的學生我們差九歲 那年我二六 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高中生活很多誘惑 最後他劈腿愛上同學 這段感情就高中了 在這個老師的加分之下 輸給其他人 對啊 其實我之前以前 我真的有當過高中的音樂課老師 那時候我就充分感受到 有很多愛慕你的學生 一直神奇寶貝的感覺 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校園的時候大家就會這樣 就是親愛的老師 一定會你的外型這樣你的才華 然後這樣丟到那個高中生 就是情鬥出看那個校園 大家瘋靡耶 然後那時候在辦公室的時候 就有很多學生 他就會故意報告 然後其他老師說 幹嘛來 沒有啊 老師你不是叫我拿這個給你嗎 沒有啊 一直來看你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就是 奇怪的感覺 可是應該也蠻開心的吧 其實會覺得深刻 會有心理的爽感 但是 當時那時候 還真的是沒有辦法 對高中生起興趣 真的喔 駕訓班教練 和教練差八歲 開車開單有感情 哇你是練多久啊 一直考不過啊 但各自都有男女朋友 像是柏拉圖式的戀愛 什麼都不做 就思想上的交流 可是也不剩在戀愛 反正嫁到一考到 相信感情久了 就淡了 容易暈船的人 真是可怕 沒錯 可是我要說 只有女生去考嫁照的時候 好像有教練出來說 什麼意思 男生去考沒有人要屌你們 不會有人講話 他就坐上來跟你講話 聽到幹嘛 他就下課 也不會有女教練 也不會有女教練 這樣講話 同事應該是比較有智慧的 因為大學的時候 曾經有被同事告白過 這樣子 當下其實蠻正 因為他們 他那時候告白蠻 蠻花俏的這樣子 他就是在上課上 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站起來 然後說等一下我有話要說 然後就跟我告白了 但是我就灑整個灑住啊 然後班上過了一下下之後 就開始拍手啊 就說在一起 在 怎麼親一下 然後老師就說 那我們繼續上課囉 謝謝老師這樣子 對 老師就有場了 你應該很愛那個老師吧 就謝謝他有緩和這樣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無論如何被人家喜歡 還是會覺得小小開心的事情 就是感激 覺得自己是容易暈船的人嗎 我覺得精神還蠻容易的 例如說 好像這陣子跟誰很常相處 然後就會有時候 沒事的時候就突然想 我怎麼會在想這個人這樣子 然後可能很快的 換一個工作環境之後 又會 越到下一段段 就還好 就在整個過程中 就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不會說很想密他 然後就密他 對對對 你是算可以控制 我支持力蠻強的 所以你是算比較理性的人嗎 嗯 算比較理性 非常理性 畢竟我姓李 啊 啊 對不起 我姓楊 比較隨姓楊花 你是可以想到的嗎 對 對 我們那個人 很開心認識你的楊小姐 很開心認識你的楊小姐 但是你應該信賴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值得信賴 為什麼 喔 這個很棒耶 你值得信賴 欸 你幫我自己下來 拜託 還要記起來 前陣子爸媽認了乾兒子 我的他 從男友變哥哥 然後儀式當天 他在 我在 他的小孩跟配偶也都在 這個資訊量超大 最短字數的小說比賽 對對對 就是最短的四行 可以講入多少故事 然後讓大家去推理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逆明聊 就分享到這邊 然後有其他相關的故事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有婷老師的新歌 想怎樣 想怎樣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